以斯拉记 第一章 波斯王古列元年 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耶利米的口所说的话 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灵 使他通令全国传达文告说 波斯王古列这样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把地上万国赐给我 他指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 为他建造殿宇 你们中间凡是他的子民 愿神与他同在的 都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去 建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殿 他是在耶路撒冷受敬拜的神 所有渔民 无论寄居在什么地方 那地方的人都要用金 银 财物 牲畜帮助他 也要为在耶路撒冷神的殿 献上甘心的礼物 于是 犹大和宾亚敏的组长 祭司 立位仁 和所有被神激动了心灵的人 都起来要上去 重建在耶路撒冷 耶和华的殿 他们四围的人都用银器 金子 财物 牲畜 和珍贵的礼物协助他们 另外 还有各种甘心奉献的礼物 古列王把耶和华殿里的器皿拿出来 就是从前尼布贾尼萨从耶路撒冷拿来放在自己的神庙里的 波斯王古列命令司库官 米提利达把这些器皿拿出来 按数交给犹大的领袖摄巴萨 器皿的数目是 金盘三十个 银盘一千个 刀二十九把 金碗三十个 次等银碗四百一十个 其他的器皿一千件 全部的金银器皿 共有五千四百件 贝鲁的人从巴比伦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 摄巴萨把这一切器皿都带上去 以斯拉记第二章 这些犹大省的人 从前被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掳到巴比伦去 现在他们从贝鲁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 各归自己的城镇 他们与索罗巴伯 耶稣亚 尼西米 西兰亚 利兰亚 莫迪改 碧山 米斯拔 比格瓦伊 利宏和巴拿一同回去 以色列民的南丁数目记在下面 巴鲁的子孙 巴哈摩亚的子孙 就是耶稣亚和约亚的子孙 二千八百一十二人 以兰的子孙 一千二百五十四人 萨土的子孙 九百四十五人 萨改的子孙 七百六十人 尼巴的子孙 六百四十二人 比拜的子孙 六百二十三人 鸭甲的子孙 一千二百二十二人 亚多尼干的子孙 六百六十六人 比格瓦伊的子孙 二千零五十六人 雅丁的子孙 四百五十四人 亚特的子孙 就是西西家的子孙 九十八人 比仔的子孙 三百二十三人 约拉的子孙 一百一十二人 哈顺的子孙 二百二十三人 吉巴尔的子孙 九十五人 伯利恒人 一百二十三人 尼陀法人 五十六人 亚拿图人 一百二十八人 亚斯玛弗人 四十二人 鸡列野林人 鸡飞拉人和比鲁人 共七百七百四十三人 以兰的子孙 一千二百五十四人 哈林的子孙 三百二十人 罗德、哈地和阿罗的子孙 共七百二十五人 耶利哥的子孙 耶利哥的子孙 三百四十五人 西拿的子孙 三千六百三十人 祭司的数目记在下面 耶稣雅家的耶大雅的子孙 九百七十三人 耶麦的子孙 一千零五十二人 巴斯护尔的子孙 一千二百四十七人 哈林的子孙 一千零一十七人 历位人的数目记在下面 何达威亚的子孙 就是耶稣雅和贾灭的子孙 七十四人 负责歌唱的 亚萨的子孙 一百二十八人 负责守门的 沙龙的子孙 亚特的子孙 达门的子孙 雅谷的子孙 哈底大的子孙 和朔拜的子孙 共一百三十九人 殿义的数目记在下面 西哈的子孙 哈苏巴的子孙 达巴俄的子孙 基律的子孙 西亚的子孙 巴顿的子孙 利巴拿的子孙 哈加巴的子孙 雅谷的子孙 哈甲的子孙 萨玛的子孙 哈南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加哈的子孙 利亚亚的子孙 利逊的子孙 尼哥大的子孙 加善的子孙 乌萨的子孙 巴西亚的子孙 比赛的子孙 亚拿的子孙 米乌宁的子孙 尼普辛的子孙 巴布的子孙 哈古巴的子孙 哈呼的子孙 巴喜律的子孙 米西大的子孙 哈沙的子孙 巴科的子孙 西西拉的子孙 达玛的子孙 尼西亚的子孙 和哈提法的子孙 所罗门仆人的子孙的数目 记在下面 索泰的子孙 索匪列的子孙 比露大的子孙 亚拉的子孙 达坤的子孙 吉德的子孙 士法提亚的子孙 哈提的子孙 波黑列 哈斯巴音的子孙 和雅米的子孙 做殿义的 和索罗门仆人的子孙 共392人 以下这些人 是从特米拉 特哈萨 基律 亚旦 阴脉 上来的 可是 他们无法证明 他们的父家 或世系 是以色列人 这些人 是地来亚的子孙 多比亚的子孙 和尼哥大的子孙 共652人 祭司的子孙中 有哈巴亚的子孙 哈哥斯的子孙 和巴西来的子孙 巴西来 娶了激烈人 巴西来的一个女儿 为妻 所以起名叫巴西来 这些人 查考族谱的记录 却找不着 因此 他们算为不洁净 不能做祭司 省长告诉他们 不可吃至圣之物 只等到 有能用乌灵和土民 来决移的 祭司兴起来 全体会众 共有 42,360人 此外 还有他们的仆悲 7,337人 又有男女歌唱者 200人 他们有马 736匹 骆子 245匹 骆驼 435匹 和驴子 6720头 当他们到达 耶路撒冷 耶和华店的 原址的时候 就为神的店 甘心献上礼物 要把店的原址 重建起来 他们按照自己的力量 奉到工程库里的 有金子500公斤 和银子2800公斤 以及祭司的礼服 100件 于是祭司 立位人 歌唱者 首门的 做店义的 和一部分人民 住在城里 以色列众人 都住在自己的城里 以色拉纪 第三章 到了七月 各城里的 以色列人 如同一人 都在耶路撒冷聚集 约萨达的儿子 耶书亚 合作祭司的亲族 撒拉铁的儿子 索罗巴伯 和他的兄弟 都起来 建筑 以色列神的祭坛 为要照着神人摩西 律法书上所写的 在祭坛上献凡祭 因为他们惧怕 当地的居民 就在店的原有根基上 建立祭坛 在祭坛上 向耶和华献凡祭 就是早晚的凡祭 他们又按照 律法上所记载的 守住彭节 每天照着规定的数目 献上当天的凡祭 另外 又献长献的凡祭 月朔献的凡祭 和一切耶和华的圣节 所献的凡祭 以及甘心乐意的人 向耶和华所献的甘心祭 从七月一日起 他们就开始 向耶和华献凡祭 但是那时 耶和华的店 还没有立定根基 他们把银子 给石匠和木匠 把食物 饮料和油 给西顿人 和推罗人 叫他们 照着波斯王 古列所允许的 把香伯木 从黎巴嫩 金海 运送到约帕 众人来到耶路撒冷神的殿以后 第二年二月 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 约萨达的儿子耶书亚 和他们其余的兄弟 就是祭司 立位仁和所有从贝鲁之地 回到耶路撒冷的人 就开始动工建造 又委派二十岁以上的立位仁 监督耶和华店的工程 耶书亚和他的儿子及兄弟 贾灭和他的儿子 就是和达威亚的子孙 同心协力监督建造神殿的工人 有立位仁 西拿达的儿子 和兄弟协助他们 建筑工人 电立耶和华店根基的时候 祭司都穿上礼服 拿着号筒 亚萨子孙的立位仁 都拿着响拔 站在自己的位置 按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仪式 赞美耶和华 他们赞美和称谢 向耶和华歌唱 说 耶和华是至善的 他向以色列人所施的慈爱 永远长存 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 众人都大声呼喊 因为耶和华店的根基 已经奠定 很多年长的祭司 立位仁和组长 曾经见过先前的殿 眼见这殿的根基 再次电力 就放声大哭 但也有许多人高声欢呼 以致分不清 到底是欢呼声或哭声 因为众人都大声呼喊 这声音在很远的地方 也可以听见 以色拉记第四章 犹大和汴亚敏的敌人 听见被掳回来的人 为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重建圣殿 就前来见索罗巴伯 和众族长 对他们说 请让我们与你们一起建造吧 因为我们也像你们那样寻求你们的神 自从亚树王以萨哈顿 把我们带上这里的日子以来 我们一直向他献祭 但索罗巴伯 耶书亚和以色列其余的族长 对他们说 你们不能与我们一同建筑神的殿 因为波斯王古列王吩咐我们 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殿 于是 那地方的居民 使犹大人的手发软 惊扰他们的建筑工程 又在波斯王古列的日子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在位的时候 常常会买参谋 来敌对犹大人 要破坏他们的建殿计划 亚哈瑟鲁在位的初期 他们写了诉状 控告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在亚达学习年间 比诗兰 米特利达 他别和其余的同僚 也上书给波斯王亚达薛西 反对耶路撒冷人 奏文是用亚兰文写成 也用亚兰语译出 省长力宏和秘书深帅 写奏本给亚达薛西王 控告耶路撒冷 奏文如下 省长力宏 秘书深帅和他们其余的同僚 法官 钦差 议员 官长 亚基卫人 巴比伦人 书山人 就是 以兰人 还有 伟大尊贵的 亚斯纳巴鲁来 安置在撒玛利亚城 和河西那边 其余地方的居民 呈上奏文 这就是他们呈给亚达薛西王的奏文副本 你的臣仆 就是河西那边的人 上奏亚达薛西王 奏之代王 从你那里上到我们这里来的犹大人 已经到了耶路撒冷这座叛逆和邪恶的城 他们进行建造 并且已经修好根基 开始建造城墙 现在 奏之代王 如果这城建成 墙园组好 他们就不再缴税 进贡和纳粮 王的国库收入 必定受损 现在 我们计识王家的盐 不该建王受剥夺 因此 上奏禀告王 请王查考先王的记录 从记录中查知这城是叛逆的城 对猎王和各省都有损害 自古以来 城中常有造反的事 因此 这城被拆毁 我们告知王 如果这城建成 墙园组好 河西那边的地方 就不再是王的了 王把玉旨送交 省长力宏 秘书身帅 以及其余 住在撒玛利亚 和和西的同僚说 愿你们平安 你们呈给我们的奏文 已经在我面前 清楚诵读了 我下令考察 发现这城 自古以来反叛列王 城中常有造反叛乱的事 从前大能的君王 统治耶路撒冷 治理河西那边的全地 接受他们缴税 进贡和纳粮 现在你们要下令 叫这些人停工 不得重建这城 等候我的御令 你们要留心 不可疏忽这事 使王的亏损增加 当亚达薛西王 玉旨的副本 在立宏和秘书身帅 以及他们的同僚 面前宣读出来以后 他们就急忙去 耶路撒冷到犹大人那里 用武力强迫他们停工 所以在耶路撒冷的 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 直到波斯王大利乌 在位的第二年 以色拉记第五章 那时哈盖先知和异多的儿子 萨加利亚先知 奉以色列神的名 向在犹大帝和耶路撒冷的 犹大人传讲信息 于是撒拉帖的儿子 索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 耶书亚兜起来 开始重建在耶路撒冷的神的殿 神的先知们和他们在一起 帮助他们 当时 河西那边的总督 达乃和士他波斯乃 以及他们的同僚 来到他们那里 这样问他们说 谁下令 叫你们重建这殿 完成这工程呢 他们又这样问 负责这建筑工程的人 叫什么名字 但是 神的眼目 看顾犹大人的长老 以致总督等人 没有阻止他们建造 直到这事 奏告大力乌王 得着有关这事的回遇为止 这就是河西那边的省长 达乃和士他波斯乃 以及他们的同僚 就是在河西那边的雅法萨家人 呈给大力乌王的奏文副本 他们在呈给王的奏文中 这样写 愿大力乌王万事平安 奏之代王 我们去过这犹大省 到了伟大神的殿 建殿正用光滑石块修建 梁木插入墙内 这工程进行审慎而迅速 于是我们就这样问那些长老 对他们说 谁下令叫你们重建这殿 完成这工程呢 为了奏之代王 就问他们的名字 记录他们首领的名 他们这样答复我们说 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 正在重建这多年以前 已经建好的殿 就是一位以色列伟大的君王 所建成的 但因为我们的祖先 激怒了天上的神 神就把他们交在 迦勒底人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萨的手中 尼布贾尼萨就拆毁这殿 把人民掳到巴比伦去 然而在巴比伦王古列元年 古列王下令重建这神的殿 至于从前 尼布贾尼萨 从耶路撒冷的殿里掠夺 带到巴比伦庙里的神殿中的金银器皿 古列王也从巴比伦的庙中拿出来 把他们交给一位名叫射巴萨的人 委任他为总督 又吩咐他说 把这些器皿带去 存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 使神的殿在原来的地方重建起来 于是这射巴萨回来 殿立了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根基 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在建造 还没有完成 现在 王若是以为好 就请查考王在巴比伦的库房 看看那里 有没有古列王下令 重建这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预旨 并请指示我们 王对这事的旨意 以斯拉记第六章 于是 大利乌王下令考察 在巴比伦库房的档案 在马代省的亚马他宫中 发现了一卷书卷 其中写着这样的一段记录 古列王元年 古列王颁发有关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命令 要把这殿重建起来 做献祭的地方 要电立殿的根基 殿高27公尺 宽27公尺 三层光滑石块 一层新木头 所有费用由王库支付 至于从前 尼布贾尼萨 从耶路撒冷的殿里掠夺 带到巴比伦的神殿中的金银器皿 都要归还 送到耶路撒冷的殿 各岸原来的地方 放在神的殿中 于是大力乌王下令说 现在 河西那边的总督 达乃和士他波斯乃 以及你们的同僚 就是在河西那边的 雅法萨家人 你们要远离那里 不要干涉这神殿的工程 让犹大人的总督和犹大人的长老 在原来的地方重建神的这殿 我又下令你 要协助这些犹大人的长老 重建神的殿 你要做这事 从河西那边交给王库的税收中 拨出充足的经费给他们 免得工程停顿 他们需用的什么东西 包括做梵祭献给天上神的公牛犊 公绵羊和绵羊膏 还有麦子 盐 酒和油 都要照着在耶路撒冷的祭司们所说 天天供给他们 不可疏忽 好让他们可以献新香的祭给天上的神 为王和王的子孙祈求长寿 我又下令 无论什么人更改这命令 就要从他的房屋中 拆出一根梁木 竖起来 把它挂起 钉在墓上 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 愿那是自己的名 居住在那里的神 毁灭所有身手 更改这命令 更改这命令 或要毁坏这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君王和人民 我大利乌下令 波斯王古列 大利乌和亚达薛西的命令 完成重建圣殿的工作 这殿在大利乌王在位的第六年 亚达月初三日完成了 以色列祭司和立位人 以及其余被鲁归回的人 都欢欢喜喜举行奉献这神殿的典礼 在奉献这神殿的典礼中 他们献上公牛一百头 公绵羊二百只 绵羊糕四百只 又照着以色列支派的树木 献上公山羊十二只 做全以色列的赎罪祭 他们又照着摩西书上所写 为派祭司按着编制 立位人按着班次 在耶路撒冷神的殿中侍奉 正月十四日 被鲁归回的人守于月节 祭司和立位人 一起行洁净仪式 他们就全都洁净了 于是立位人 为所有被鲁归回的人 和他们做祭司的众亲族 以及他们自己 宰杀了于月节的羊羔 被鲁归回的以色列人 和所有脱离当地民族的污秽的人 一同吃着羊羔 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他们欢欢喜喜地 守除孝节七天 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欢喜 又使亚述王的心转向他们 兼顾他们的手 做以色列神殿的工程 以色拉纪第七章 这些事以后 波斯王亚达薛西在位的时候 有位以色拉是希莱雅的儿子 希莱雅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希勒家的儿子 希勒家是沙龙的儿子 沙龙是萨都的儿子 萨都是亚西图的儿子 亚西图是亚马利亚的儿子 亚马利亚是亚萨利亚的儿子 亚萨利亚是米拉约的儿子 米拉约是希拉西亚的儿子 希拉西亚是乌西的儿子 乌西是布基的儿子 布基是亚比书的儿子 亚比书是菲尼哈的儿子 菲尼哈是以利亚萨的儿子 以利亚萨是大祭司亚伦的儿子 这位以色拉是一位经学家 精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 赐给摩西的律法 因为耶和华他神的手帮助他 所以王赐他所求的一切 他就从巴比伦上来 在亚达薛西王第七年 一些以色列人和一些祭司 立位人 歌唱的 守门的和做殿意的 和他一起上耶路撒冷去 王第七年五月来到耶路撒冷 正月初一 以色拉开始从巴比伦上来 五月初一来到耶路撒冷 他神施恩的手帮助他 因为以色拉专心寻求研究 耶和华的律法并且遵行 在以色列中教导律历和典章 亚达薛西王颁发御旨给以色拉 以色拉是一位祭司和经学家 精通耶和华的诫命 和赐给以色列之律历 御旨内容是这样 诸王之王亚达薛西赐御旨给以色拉祭司 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 愿你平安 现在我下令 住在我国中的以色列人中 愿意上到耶路撒冷去的祭司和立位人 他们都可以与你同去 你既然是王和他七位顾问所派去的 就要照着你手中神的律法书 查查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情况 你要把王和他顾问甘心献的金银带去 奉献给住在耶路撒冷之以色列的神 也要带着你在巴比伦全省所得的金银 连同人民和祭司甘心乐意 献给在耶路撒冷神的殿的礼物 使你可以用这些银子 审慎地购买公牛 公绵羊 绵羊糕 以及与祭生同献的宿祭和奠祭 献在耶路撒冷 你们神的殿的祭坛上 剩余的金银 你和你的族人看怎么办好就怎么用 只要照着你们神的旨意去做就是了 至于交给你为你神殿中侍奉用的器皿 你要放在耶路撒冷的神面前 如果你需要支付你神的殿其余的费用 你可以从王的库房里支付 我亚达薛西王下令 给在河西那边所有的库官 无论以色拉祭司 这位精通天上神律法的经学家 向你们要求什么 你们都要审慎照办 他可以要银子三千四百公斤 麦子一百公斤 酒二千二百公升 油二千二百公升 盐却不受限制 天上的神命令的 就要为天上神的殿热心去做 免得愤怒临到王和王的子孙的国 我要你们知道 凡是祭司 力为人 歌唱的 守门的 做殿意的 和在这神的殿里做仆人的 都不可以向他们征收税款 贡物和粮食 至于你 以色拉 你要照着你手中神的智慧书 委任法官和官吏 治理在河西那边所有明白你神的律法的人民 那些不晓得律法的人 你要教导他们 不遵守你神的律法和王的律法的 就要审慎地判决处分 或是处死 或是放逐 或是没收家产 或是囚禁 以色拉说 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 是应该称颂的 因为 他把这样的意念 放在君王的心里 使他修饰 那在耶路撒冷的耶和华的殿 又使我在王和谋士 以及王手下有权势的领袖面前蒙恩 因为 耶和华我神的手帮助我 我就有勇气 召集以色列中一些首领 与我一同上来 以色拉记第八章 亚达薛西王在位的时候 与我从巴比伦一同上来的人 他们的族长和他们的族谱记载如下 属菲尼哈的子孙 有格顺 属以他玛的子孙 有蛋以礼 属大卫的子孙 有哈图 属释迦尼的子孙 就是属巴陆的子孙 有萨加利亚 与他一起登记在族谱里的南丁 有一百五十人 属巴哈 有西拉西亚的儿子 以利约乃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二百人 属释迦尼的子孙 有亚哈西的儿子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三百人 属亚丁的子孙 有约拿丹的儿子 以别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五十人 属以兰的子孙 有亚他利亚的儿子 耶山亚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七十人 属释法提亚的子孙 有米加勒的儿子 西巴蒂亚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八十人 属约鸭的子孙 有耶歇的儿子 俄巴蒂亚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二百一十八人 属释罗密的子孙 有约西斐的儿子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一百六十人 属比拜的子孙 有比拜的儿子 萨加利亚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二十八人 属亚甲的子孙 有哈加坦的儿子 约哈南 与他在一起的南丁 有一百一十人 属亚多尼干的子孙 就是最后的 他们的名字是 以利法列 耶利和士玛亚 与他们在一起的南丁 有六十人 属比格瓦伊的子孙 有乌泰和萨布 与他们在一起的南丁 有七十人 我召集他们 到那条流亡 亚哈瓦的河边 我们在那里安营住了三天 当我视察民众和祭司的时候 发现没有立位人在那里 于是我把首领 以利以谢 亚历 士玛亚 以利拿丹 亚历 以利拿丹 拿丹 萨加利亚和米苏兰照来 也把有学问的教师 约亚历和以利拿丹照来 拆拍他们 到加西斐亚的地方那里去 见首领亦多 又把他们 在加西斐亚的地方 对亦多 和他做殿义的亲族 所当说的话 都告诉他们 请他们为我们神的殿 打发仆人 到我们这里来 因为 我们神施恩的手 帮助我们 他们就从以色列的曾孙 利未的孙子 莫利的子孙中 带一个 敏悟的人 到我们这里来 还有 士利比和他的儿子 以及他们的兄弟 共十八人 又有哈沙比亚 和与他在一起的 米拉利的子孙 耶山亚 以及他的兄弟 和他们的儿子 共二十人 还有从前 大卫和众领袖 分派去服侍 利未人的殿义中 带来了二百二十人 全都是按名呼召的 那时 我在亚哈瓦河边 那里宣告进食 为要在我们的神面前 谦卑下来 为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 寻求神 只是一条畅通的道路 我休于请求王 派遣步兵和马兵 帮助我们 抵御路上的仇敌 因为 我们曾告诉王说 我们神的手 必帮助所有寻求 他的人 赐福给他们 但他的能力 和愤怒 必攻击所有 离弃他的人 所以 我们进食 寻求我们的神 他就应允我们 我从祭司首领中 选派了十二人 以及 士利比 哈沙比亚 和与他们在一起的十位兄弟 把金子 银子和器皿 就是王和他的谋士 领袖 以及在那里的 以色列众人 献给我们神殿的礼物 都称了 交给他们 我称了 交在他们手中的银子 有二十二公顿 银器重三千四百公斤 金子三千四百公斤 金碗二十个 价值八公斤半 尚好而发亮的铜器 两个 像黄金那样宝贵 我对他们说 你们是归耶和华为圣的 器皿也是神圣的 金银是甘心献给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的礼物 你们要谨慎看守 直到你们在 耶路撒冷 耶和华殿的库房里 在祭司长 和立位人的领袖 以及 以色列人的族长面前 过了秤 于是 祭司和立位人 把秤过了的金银 和器皿收下 带到耶路撒冷 我们神的殿里 正月十二日 我们从雅哈瓦河启程 往耶路撒冷去 我们的神的手 保佑我们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在路上埋伏的人的手 我们到了耶路撒冷 在那里住了三天 第四天 在我们神的殿里 金银和器皿都过了秤 交在乌利亚祭司的儿子 米利默的手中 与他在一起的 有菲尼哈的儿子 以利亚萨 与他们在一起的 还有立位人 耶书亚的儿子 约萨巴 和宾内的儿子 挪亚底 一切物品 按着数目称过 同时 每件的重量 都记录下来 那时 从贝鲁归回的人 都向以色列的神 献凡祭 就是为全以色列 献公牛十二头 公绵羊九十六只 绵羊羔七十七只 又献公山羊十二只 做赎罪祭 这一切都是献给 耶和华的凡祭 他们把王的命令 交给王的总督 和河西那边的省长 他们就帮助民众 和神殿的需要 以色列民 祭司 和立位人 没有从当地的民族中 分别出来 他们随从迦南人 赫人 比利喜人 耶布斯人 亚门人 摩押人 埃及人 和亚摩利人 行可赠的事 他们为自己 和自己的儿子 娶了这些外族的女子为妻 以致圣洁的种族 与当地的民族混杂了 而领袖和官长 竟是这不忠的事的罪魁 我一听见这事 就撕裂我的衣服和外袍 拔掉头上的头发和胡须 惊惧地坐着 所有因着以色列神 针对被鲁归回的人之不忠 对他们所说的话 而战惊的人 都聚集到我面前 我惊惧地坐着 直到献晚祭的时候 献晚祭的时候 我在进食中起来 穿着撕裂了的衣服和外袍 双膝跪下 向耶和华我的神张开双手 祷告说 我的神啊 我感觉羞耻惭愧 不敢向我的神你仰面 因为我们的罪孽多致灭顶 我们的罪过滔天 从我们列祖的日子直到今日 我们罪恶深重 由于我们的罪孽 我们和我们的王 以及祭司都被交在各地的列王手中 被刀杀 被刀杀 被掳掠 被掳掠 被抢夺 丢脸蒙羞 就像今天的光景一样 现在 神仿仍然没有撇杀 反而使我们在波斯列王面前 得蒙恩惠 你说 你说 你们进去 你们进去要得 为业之地是污秽的 充满了当地民族的污秽 他们可赠的是 使这地从这边到那边 都充满了他们的不解 所以 你们不可把你们的女儿 嫁给他们的儿子 也不可为你们的儿子 娶他们的女儿 你们永远不可寻求 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 这样 你们就可以强盛 吃这地的美物 把这地留给你们的子孙 做产业直到永远 虽然 因着我们许多的恶行 和重大的罪过 这一切 就临到我们身上 但我们的神啊 你惩罚我们 实在轻于我们的罪孽 所应得的 还给我们留下这些逃脱的人 我们怎可以再违背你的诫命 与这些行可赠式的民族通婚呢 如果我们这样行 你岂不向我们发怒 消灭我们 以致没有一个剩余 或是逃脱的人吗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 你是公义的 我们现今才可以留下 成为逃脱的人 看啊 我们在你面前是有罪过的 因此 没有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 以色拉祭第十章 以色拉祷告 认罪 哭泣 抚服在神的殿前的时候 有一大群以色列人 包括男女小孩 在他面前聚集 众人也都痛哭 属野兰的子孙 耶歇的儿子 释迦尼 对以色拉说 我们对神不忠 娶了这地 这外族女子为妻 虽然这样 以色列现在还有希望 现在我们应当与我们的神立约 按照我主和那些因我们神的诫命而占经的人所议定的 照着律法而行 送走这些妻子和他们所生的儿女 你起来 因为这事全在你身上 我们支持你 你当坚强地去做 于是 以色拉起来 使祭司首领 立位仁和以色列众人启示 要照着这话去行 他们就启示 以色拉就从神的殿前起来 走进以利亚时的儿子约哈南的屋里去 他在那里不吃饭 也不喝水 因为他为了被鲁归回的人的不忠而悲伤 于是 领袖们就在犹大和耶路撒冷 向所有被鲁归回的人发出通告 叫他们到耶路撒冷聚集 所有不照着众领袖和众长老所议定 在三日之内来到的人 所有的财物都要充公 也要从被鲁归回之人的会中被逐出 于是 犹大和变亚敏众人 三日之内都在耶路撒冷聚集 那时是九月二十日 众人坐在神殿的广场上 因为这事 又因为天下大雨的缘故 大家就都站立发抖 以色拉祭司站起来 对他们说 你们对神不忠 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 增添了以色列的罪过 现在 你们要向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认罪 遵行他所喜悦的旨意 与这地的民族和外族的女子分离 全体会众大声回答说 你怎么说 我们就怎么行 可是 人太多 又逢下大雨的季节 我们不能停留在外面 这又不是一两天可以完成的事 因为我们很多人在这世上犯了罪 让我们的领袖 代表全体会众站在耶和华面前 所有在我们的城中 娶了外族女子为妻的人 也都要在指定的日期 与本城的长老和审判官一起来解决了这事 好使神因这事所发的烈怒离开我们 只有亚萨黑的儿子约拿丹和特瓦的儿子 亚哈谢起来反对这提议 还有米书兰和立位人沙比泰支持他们 于是被鲁归回的人就这样行 以斯拉祭司提名选派了一些人 他们是各宗族的族长 他们在十月初一坐下来查办这事 直到正月初一 他们才完成审查所有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的人 在祭司子孙中 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的 有耶稣亚的子孙 约萨达的儿子和他的兄弟马西亚 以利以穴 亚利 姬大利 他们举手起誓要送走他们的妻子 并献赎罪祭 他们就献上一只公民羊 做他们的赎罪祭 阴脉的子孙中 有哈拿尼和西巴蒂亚 哈林的子孙中 有马西亚 以利亚 士玛亚 耶稀和乌西亚 巴施护尔的子孙中 有以利约乃 马西亚 以什玛利 拿坦叶 约萨拔和以利亚萨 立位人中 有约萨拔 士玛 基拉亚 又叫基利他 还有皮塔西亚 犹大和以利以谢 歌唱者中 有以利亚石 守门的人中 有沙龙 提林 和乌利 属以色列的人的 巴鲁的子孙中 有 拉米 耶稀亚 马基亚 米亚明 以利亚萨 马基亚 比拿亚 以兰的子孙中 有马他尼 萨加利亚 耶稀 亚底 耶利墨和以利亚 萨土的子孙中 有以利约乃 以利亚石 马他尼 耶利墨 萨拔和亚西萨 比拜的子孙中 有约哈南 哈拿尼亚 萨拜和亚勒 巴尼的子孙中 有米书兰 马路 亚大亚 亚树 士鸭和耶利墨 巴哈摩亚 巴哈摩亚的子孙中 有阿底拿 基拉 比拿亚 马西亚 马他尼 比萨烈 宾内和马拿西 哈尼的子孙中 有以利乙穴 伊士亚 马基亚 士马亚 西缅 便亚敏 便亚敏 马路 和士马利亚 哈顺的子孙中 有马特乃 马达他 萨拔 以利法列 耶利买 马拿西 和士美 巴尼的子孙中 有马带 暗兰 乌易 比拿亚 比迪亚 基路 瓦尼亚 米利墨 以利亚石 马他尼 马特乃 亚扫 巴尼 宾内 室美 室利米亚 拿丹 亚大亚 马拿底拜 沙赛 沙赖 亚萨利 室利米亚 室马利亚 沙龙 亚玛利亚 约瑟 尼波的子孙中 有 耶利 马他提亚 萨拔 西比拿 亚代 约尔 和比拿亚 这些人 都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 但他们 都把妻子和儿女 送走了 我 这些人 都不得了 我 都不得了 这些人 都不得了 我 我